北京时间1月6日,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结束争夺,王宝泉带队2比0横扫江苏女排拿下冠军,可以说这是王宝泉带队实现三连冠过程中最简单的一个冠军。 上个赛季,其实李盈盈不慎垫脚重伤凋零宇的事件,成为了天津女排夺冠的转折点,如果凋零宇不受伤,江苏女排非常有机会最终夺冠,可以说放眼整个国内排坛来看,能够给天津女排制造威胁的球队也就只有江苏女排了。 但是无奈江苏女排今年时运不济,丢关也是事出有因,球队第一核心张长宁接受了膝盖手术,其实张长宁也算是为了顾全大局,为了不耽误接下来2022年度国家队的一些国际比赛任务,所以选择打完了奥运会和全运会后就接受了手术,没有在等排超联赛的比赛任务,也算是江苏女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 今年的江苏女排也主要着眼未来,培养了一批年轻新人,提拔了吴孟杰、周叶彤、唐欣、杨佳、万子月等一大批高潜质的小将。 这批江苏女排的小将都不满20岁,最小的只有16岁,这些队员们未来都将会是中国排球的未来。 此前全运会青年组比赛帮助江苏女排顺利夺冠,就已经将天赋呈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王宝权的天津女排看似夺冠,但实际上有些胜之不武的感觉,毕竟江苏女排这边主力核心不在,确实让两支球队的档次一下子拉开了,而且天津本赛季还引进了刘彦涵和瓦尔加斯,使得联赛更加失衡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,原本这个赛季天津女排可以拥有更大的一个争冠对手,那就是上海女排,结果上海女排引进了金阮景和拉尔森之后,却被告知两个外援不能一起出场,这也使得上海女排实力大打折扣,本赛季上海女排最终区区第三。 如果说两个外援可以一起联手出战的话,或许天津女排想要轻松拿下冠军就不可能了,起码会增加一些悬念,也可以让联赛看点更大一些。 但是无奈本赛季排超联赛严重失衡,天津女排一家独大的局面确实减少了很多的看点,这不利于我们联赛的发展,不利于我们优秀人才的挖掘和培养,只有在高水平联赛激烈且势均力敌的较量中,才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,否则一个联赛总是一家独大,最终的输家可能就是中国女排国字号队伍,所以说我们的联赛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了。 而江苏女排看似本赛季丢掉冠军,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苗子,或许蔡冰的球队才是真正的最大赢家。